现场之间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议长,大家少吴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5日。 我们迎来了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同时,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式的日子。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来参加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在这里,代表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对地理粉丝会议的各位领导、嘉宾、议长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欢迎大家。 现在请全体起立。 请全体起立。 现在请您站起立。 请您站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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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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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封2060年前,实现碳功课。 反善全球环组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达尔绿色低碳本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和平均。 下面的时间,将由主持人宣读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李宇成总议长贺词。 虎巨原言,锐照天,苍茫大地,顺时轻,冷色冰盘,时逢酒,风花雪月,喊孝尖。 最近的IOWJCA最高理事会执行主席团,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和全球国际组织IOWJCA委员以及全体员工。 大家新年好! 今天,我们欢聚在美丽的丁城哈尔滨,隆重举行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哈尔滨验证认证总部揭牌开业庆典。 我仅代表全球主席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领导、嘉宾、朋友和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 今天我们到 сотруд 去一个美丽的街道 Charlott Annостоante时来参加这 buddi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meeting, 今天我们将在参加它打锁泽紧节 Civilirit and Here we will have the Room Cutting Ceremony and We hope that all the leaders and all the guests, 在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组建过程中 由国际组织总部到各地区总部 各级理事会委员会 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 着有成效的工作 同时也得到了国政府 尤其中国政府和中国地方各级政府人力 物力等方面的保障 指导和支持 对所有参与国际标准 ICJC、IJC国际标准 绿色企业技术产品的相关企业 黑龙江国际绿色企业联盟的全体员工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各位道上一声 大家辛苦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一声 大家知道,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坚古一帝秦始皇修建的世界史上极大奇迹之一的万灵文明。 就已经统一了技术上的全领域和货币计量,并一直沿用至今。 一千五百年前的罗马时代,同样使用了技术标准。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也同知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大力推行全球经营战略。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谁掌握了技术标准并加以作用,谁就掌握了世界战略的主动权。 地球气候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安全问题。 联合国和各国首脑都认识到,只有实现绿色产品发展才是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唯一途径。 因此,绿色技术产品发展的实践也成为了人类世界的共同责任。 并且,IOWGCA宪法受托人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具有国际自治权的气候环境宪法建立国际组织,经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气候环境宪法。 于2013年6月18日G77会议上,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应运而生,并以此通过国际验证认证支援国际绿色产品的实践和公务,正式履行人类的命运共同提示面。 天下为公,人间为道。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中国人民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成就辉煌,国富民强,特别是陈卓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应显大国力量。 新年一时,中国开启十四五和第二百个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为打造世界强火,成为世界中心,迈出坚定步伐。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落成庆典,并将对履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必将在全球绿色气候发展史上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中国人民绿色环保低碳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并将不断开创绿色气候机构工作新局面。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我们坚持以IOWGCA气候环境宪法为宗旨, 有引领世界的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大力的指导,有各总部各企业的共同奋斗,一定会共同创造绿色气候伟业的奇迹,幅写绿色气候发展展新篇章。 我们希望政府会帮助我们保护環境,我们希望我们会继续做我们最最大的努力。 最后,我再次对百蒙池中参加新篇大会的诸位表示深深的感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合家幸福,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欢迎我们在这个议会中,我们欢迎你们开心。